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出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第二的佳季 2009年,《最炫民族风关集》更是获得年度魅力销量第一 全三个月销量有超过了30万张 无论是在线网络、手机下载以及实体唱片销售连续 凤凰传奇都已经成为目的华语乐团名副其实的流行编团 随之而来的是,凤凰传奇的商品价格也一再飙升 有的人说他们现在,这些人,各个地方有那么多请他呢 这市场需求在哪呢?有需求 头一个需求你记住,我们知道好多歌手 这一辈子可能拿手的就那么一两首歌 他总有地方去挣钱去 为什么呢?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 我们说全中国2841个县 三县城市,地级市好几百个 二县城市一县城,有的是地方 各地商演如雨后春春,汹涌袭来 明星受邀,频频串场,应接不暇 商演的市场有多大,是谁在成全歌手们的价格一生再生? 你就各地方走吧,走一个地方 我现场看村南,我现场看刘欢 他这个感觉好啊 所以他始终有这样需求 就中国地方太大了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呢,这个电视啊,把他们成去了 你看有不少过气歌手 你问问他上一次唱一首歌,新歌什么时候 可能他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现在早已经不活了 他也有饭吃 他到三县城市到小县城演去 为啥呢? 这些人虽然歌声不行了 他总跑电视台,一整上个综艺节目 一整上个什么访谈 在小地方来看,这是个名人啊 哎呦,电视上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了 就电视把他成去了 包括中国好声音这伙人,也是电视把他成去了 为什么在各地这么火呢,现在 三十万出场费 这等于供不应求 为啥呢? 就是电视把他们的形象夸大了 现在一些孩子看他们 只要是他唱的,我就愿意听 你比方说他们翻别的歌 原唱我都不听,我就愿意听他唱的 所以这就电视放大的效果 把这些人成去了 再第三个,网络也造成新的需求 网络歌曲一红了之后呢 很多地方年轻人愿意听这个 你看咱们有个歌手叫慕容小小 唱咱们爱情买卖 口水歌 这慕容小小出场费真不高 三万都不到 但一个月能接二十多长演出 那收入也不低 为什么,走到哪儿 他在网络上红啊 这歌一听啊挺熟悉 哎,总有人喜欢他 那他就有地方邀请他 你甭管是什么酒吧夜总会邀请 反正他有地方演 所以就是目前中国这市场 由于地方大 再加上咱们时日求是说 你也不能要求老百姓 医院欣赏有多高水准 反正是 咱们老百姓喜欢的是什么 往往是明星 而不是歌曲本身 不是说要听歌 是要看明星的 你看他名气大 他在电视上走出来 这明星情节愿意捧 不是说我真愿意听这歌 所以这个市场需求非常强大 就把这些人一下子给捧起来 粉丝的追考 媒体的成田 加之网络时代的造就 商演越来越多 花费越来越高 那么究竟是谁在为商演买单 下面咱得给大伙说说 这出厂费这么多 那可不都是说是捧的人给他钱 这钱从哪来 这就得说商演的钱是谁来出 基本上两大支柱 大伙注意 一个地方政府 一个企业 咱们先说是地方政府 一向二线的歌手 经常跑的厂子 往往就是地方政府举办 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某个地方 西花节 酒节 服装节 音乐节 牡丹节 地方政府要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要宣传扩大地方形象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办一场演唱会 再一个 都渴望这事跟电视台挂钩 你看各个二三线城市 要办个什么节 要办个演唱会 都希望这演唱会 在当地的电视台播出 播出以后覆盖全省 我影响扩大了 所以这一类的呢 好多一线歌手 特欢迎上这个地方 对个人形象有好处 还能上一回电视 做免费宣传 这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 近些年 你可能在电视上经常看见 各种地方性大型节庆演出 林务繁多 应接不暇 2011年12月 新华网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称 大到服装节 旅游节 林歌节 小到英号节 世子节 书菜节 据报道 近贵州省某第一年 冠以中国名称的节会 就有十多个 近歌星出场会 搭舞台 一次就耗资几十万元 这笔钱通常由地方政府 和本地企业共同承担 算出了大价钱的政府和企业 却并不觉得冤 原因很简单 地方政府要推荐本地的资源与成绩 企业则愿意展现自己在当地的位置和实力 2008年1月29日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发文 严禁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 用公传邀请演艺明星大办节庆 并对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商演紧急叫停 2011年12月文化部下发 关于加强演出市场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 明确规定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得主办或者承办节庆演出 不得直接参与投资节庆演出 第二点 那就是企业拿钱 有一种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大奢侈品牌 国际品牌 那厉害了 一二线歌手都愿去 有的小明星不给钱也去 混个脸熟啊 抬成资金品位 再有的就是企业新产品发布会 企业的年会 企业的答谢演会 或者说就是为了扩大某种影响 我搞一场演唱会 而这种商演的形式 在所有商演形式当中是最主要的 最作见的 这些艺人赶这个场 当然呢 顶尖的半是不愿来的 所以企业赞助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形式 企业来拿钱 这说明我们的商演演出 还没有摆脱过去的商会的形式 并不是我们认可的一种 完全的市场经济行为 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 说明我们的演出市场啊 不是那么成熟 它中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2012年9月初 张信哲 梁静如 爱如潮水洛阳演唱会 引发骂如潮水 原因是大量球八歌手冲场 梁静如唱三首歌就退场 张信哲迟不见人 结果半场合 愿意的观众吹上舞台 谈吹跳舞 港地警方调查后称 主办方涉嫌欺诈捐传 涉案人员等已抓获归案 事实上 今年八月 于深圳举行的 罗志祥亚洲群星演唱会 就已经遭受了一次猛烈的支持 打着传奇与梦想 罗志祥亚洲群星演唱会的招牌 演出大碗 一帮名字变金转的歌手 却成为了舞台的主角 永儿 韩国魅眼天使 韩杰西 王杰杰克俊 日本青春美少女组合 歌迷期待的罗志祥 在演出快结束前 才出来唱了四首歌 现场音响效果也表现不佳 不少观众怒斥 主办方有虚假宣传的嫌疑 舞蹈师的宣传 低质量的演出 如今看似如火如荼的演出市场 可谓乱象丛生 这一点我们再次重申一下 商演和个人演唱会不一样 顶级的腕 觉得自个够腕的标志是什么 不是你一年跑多少场子 而是你自个能开演唱会 个人演唱会 有的时候个人演唱会挣的钱 还不如出去商演唱两首歌 挣的钱多的 可是这个代表什么 我是腕的 我自己能开演唱会了 我不是靠一两首歌 跑过场子 可是个人演唱会 这种特别成熟的形式 代表选手实力的 真真正正的商业行为 在中国还不是主流 一个是能撑得起 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太少了 你看现在这歌星满天飞那么多 你真正有实力能有几个 绝大多数在那靠绯闻炒资格 他这种真正的演唱会大弯 那代表他个人的水准 不是说你唱一两首歌 能撑下来的 而有的时候个人演唱会 确实也没有商演挣钱的 当然个人演唱会 现在集中在哪呢 非得一些一线城市不可 你像北京上海 你在这开 你这才够弯 现在好多的人觉得 一线城市没意思了 跑到二三线城市 为啥 一线城市人太凋替 想在北京上海立入独 你非得那大弯 这几年你看一些带个人色彩演唱会 王飞 这算成功的 虽然我还记得有冬冠线 我怕我没有机会 任你说一生再见 因为 这老哥几个 你多大又有他们李宗盛 他又是哪好多人 这为什么好多明星都往二三线跑的 这个地方人好多知道 昨天还在电视看 今天看出来 他有新鲜感 他等一线城市这些人 口味都叼了 见怪不怪的 你多大半我都见过了 所以要不是有绝对的实力 是很难在一线城市开个人演唱会 你看杨坤 从一年三十二场演唱会 到现在开几场了去 他的号召力在一二线城市还差点 所以你看杨坤三十二场演唱会 从今天到明的安排的 基本都是二三线城市 还得说借助好声音 他和于成庆商演价 现在抬到五十万 原先也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说真正的一线大腕 他瞩目于个人演唱会 对商演呢 他应该说兴趣不是很大 人家已经成名成家了 那么真正在各地 跑商演的歌手 严格意义上讲 你像凤凰传奇那样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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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